大家好,我是Data 今集我們會介紹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會介紹旺角一間餅家 這間餅店叫做明華餅家 這間餅家其實都有一些名氣 它的豆沙小餅都幾出名 有時候都有很多客人去排隊買餅 今次我們就去試一試 而去這間餅店我們是旺角地站 依而出口出 出來我們就先向前行 過馬路之後繼續向前行 一直去到花園街我們就轉右手邊 因為明華就在旺角及油麻地中間 兩邊去都不算近 直至去到豉油街我們就走過去斜對面 再走前一點就會見到明華 我問了工作人員,他都很歡迎我去拍攝 拍攝的時間我又問他其實明華做了幾久 他就做了大約二十幾年 明華面積就比較小些 分開左右兩邊 左邊會比較多些是中式的餅 麵包 拍攝完之後我就買了幾個麵包,回去慢慢試 今次我就買了五個比較中式的餅 這個就是原味蛋糕15元 這兩個就是原味燒餅和豆沙燒餅 兩個加起來是12元 這個就是合桃酥,這個就是鮑魚酥 兩個加起來也是12元 全部加起來是39元 我們由燒餅開始 兩個燒餅12元,平均6元一個 這個就是原味燒餅 不過它的造型我覺得會比較普通 相對而言豆沙燒餅造型會比較好 原味燒餅幾煙能下 但可惜這個餅的味道太單一 所以我覺得這個原味燒餅六元一個 就算是比較一般 現在我就撕開餅給大家看看 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它的餅幾煙能下 接著就看看豆沙燒餅 燒餅上面亦有些芝麻 裡面見到是豆沙餅 因為它裡面有些豆沙 所以味道好過原味很多 六元一個可以一試 兩個酥餅,一個就是合桃酥餅 一個就是鮑魚酥餅 兩個加起來是12元,平均每一個是6元 這個合桃酥都算幾大 同樣都是6元,合桃酥餅大很多 而且質素幾好 質素真的很鬆化 好,現在拍給大家看看 雖然合桃酥沒有特別的調味 但吃的時候感覺不會很單調 所以這個6元的合桃酥餅 待會試一下 明華的餅的造型很簡單,很傳統 暫時來說以鮑魚酥的造型比較特別 上面有些芝麻,不過芝麻比較集中 鮑魚酥雖然加上藍魚味道 但我覺得味道反而沒有合桃酥那麼好吃 而且鮑魚酥的質感比較實 所以沒有合桃酥那種鬆快的感覺 這個鮑魚酥的質素我覺得一般 原味蛋糕15元,相當大個下 摸上手,這個原味蛋糕鬆鬆軟軟 原味蛋糕我特意留到最後介紹 因為太大個了,怕試蛋糕後吃不到其他東西 我覺得原味蛋糕就像我們以前吃的蛋糕 但放大了好幾倍 原味蛋糕的質感真的好不錯,非常鬆軟 另外原味蛋糕又不會好甜 不過問題就是這個蛋糕實在太大個 一個人吃都真的很難攪 好,我覺得15元不算特別貴 不過剛才我買的時候,街坊說15元比較貴 吃完五件餅,我們就做個小小的總結 我覺得明華餅的價錢算是蠻公道 而質素來說,有好有壞 不過拉雲來說,絕對對得起這個價錢 而它的交通由往站走過去,都不算太久 特別是它比較多的是中式餅 所以明華也有自己的特色 怪不得剛才我們買餅的時候 都見到它有不少生意 今集可以介紹到這裡為止 下集我們會再介紹其他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下集見